还有宜兰家福中心是邀请30位祖父母一起聚餐吃火锅 犒赏祖父母照顾孙儿的辛劳 在重阳之际献上了祝福和敬意 家福中心所服务的家庭当中 不乏以祖父母为主要的照顾者的隔代教养家庭 祖父母在学识与观念上都与年轻一辈有落差 因此无力指导课业 往往也无法理解小孩的心理 在教养孙子女上格外的艰辛 常常有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感慨 而为了能慰绕祖父母平时的辛劳 在业者回馈社会赞助之下 一起在东山这家火锅店来用餐享用美食 其实我们都知道现在社会比较多元 所以我们今天有参加这个阿公阿嬷 是我们教育中心所服务的家庭 有隔代教养的阿公阿嬷一部分来参加 希望大家在这个阿公阿嬷一部分 就是要敬热 敬热的意义就是说 让我们这些这些店隔代 在这个阿公阿嬷一部分 就是一些比较不同的味道 今天跟优优先生也非常感谢 我们这间餐厅的舞动复合式餐饮 来提供这个精美的火锅料理 让大家尽量来享用 哦 真好吃 吞打不错 孙子要带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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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父母受薪举办小型的庆生会 场面温馨热闹 让这些祖父母们忘却平时照顾孙子的辛劳 一来新闻记者时世民采访报道